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如果你的農居沒有做出任何傷害性的舉動 或挑釁的行為 警方基本上都是口頭警告了事 他天天裝香, 煙就全部供進我家裡 我和兒子快被他的煙供死了 除非有證據 到時候我們可以申請禁制令 我真的不想坐牢 打官司就像小銀子一樣 如果娜娜你身家不太豐厚 我就勸你不要玩這個遊戲了 嘉嘉, 出來吃早餐了 出來吃早餐? 昨天也有這個賣房給他吃 你趕回去吧 你別生氣了這麼久 我今天要趕快吃完早餐 我還要回警署, 搞了一些東西 今天屈太太的案件 我去上庭做證 我今天也要過去 有一個人叫我待會去接屈太太 你只是做秘書, 就當事人也要做的嗎 我一看, 因為這件事 整個人已經借了, 很可憐 最差的是一個考多士 將他由袁澳變成被告 還說有個案件可以調解, 控制 一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的 李嘉嘉, 你肯聽我去上學嗎? 我不去讀他們什麼證書課程 他們教我的東西我已經認識了 我時間到要去車房上班了 嘉嘉, 其實你這麼長的女兒 要做什麼我都阻止不了 不過房間裡有些東西我想讓你看 不如先看看 嘉嘉, 你說有什麼讓我看? 嘉嘉, 什麼事?放我出去吧 我要回車房的 嘉嘉, 你乖, 你留在這裡 你不可以去車房那裡的 那些全都是壞人 每個人都是披著羊皮的狼, 吃著我 我來, 姐姐, 放我出去吧 是呀, 女兒跟我趕著回家 姐姐, 我來… 我為什麼這樣對嘉嘉? 她在報警, 為你非法禁錮 我來警察, 我可以就法旁觀 拖牆, 身份證, 住哪裡? 沒…沒帶, 身份證 其實我把那個CPS收藏在櫃堂上 如果她有什麼事, 她打給我 我就告訴她, CPS在哪裡 我就不非法禁錮她了, 是嗎?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妹妹? 表姐, 你好像趕時間上班, 很趕 什麼?你不真的趕時間嗎? 是呀, 如果有什麼事, 我不如追過你的 好… 我當事人為王明珠女士, 推事主下樓 你除了聽到之外, 有沒有親眼看到嗎? 沒有 有沒有其他目的證人? 沒有 那就是單行事主的一面之詞 你就冤枉我當事? 我沒有冤枉任何人 行…我知道… 你公事公辦嘛, 沒編司的嘛 法官閣下, 這案子又沒有目的證人 事主單方面的指控並不可信 因此我代表我當事人不認罪 老闆, 你不用擔心 歐陽律師一定會幫到你 我先送你回去 我去洗手間 好 把東西都拿回律師樓了 好, 再見 女兒 廖師到, 你今早飯鬼沒拘捕你 你跟著一個禮橫節曲 胡說二十四個老闆一下 你好自為之 歐陽律師只是想幫我屈太太 屈太太和奶太 可能其實不小心有些推撞 太太真的很過分 可能她自己不小心, 跌倒在地上 你在這裡嗎?你見嗎? 我不同, 我事後問過很多街坊 原來他們兩個一直有牙齒印 經常吵架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他們有預謀地去犯案 剛才如果不是你的老闆制止了我 在法官面前有多少話說 你知道嗎?我做了多少功課 你知道嗎? 是嗎? 所以什麼? 最重要是幫到我的客戶 就算他真相是怎樣, 我也不在乎 畢竟你也是個美女 但你繼續跟著這些不瘦的話 我會跟你碰草樣 好啊 弄好了, 回律師樓 老闆, 其實我回家就是對著你 所以你還是美女 遲些 我給你 你穿著穿得挺厲害的, 這樣也過得了 平時有沒有和屈俊飛一起玩遊戲? 他只顧著寶欧閘, 哪有時候有玩遊戲 他豈不是很慘? 他只喜歡玩冰冰球而已 我去年還拿了雙打冠軍 不想去玩遊戲, 想你吃的 謝謝 買一買 無術的也可惜 像加大馬一樣, 還在公園裡來小孩玩 特殊癖學 這樣也讓你能看得出來 我又變態, 又顏色 又追求小孩, 追求婆婆 什麼叫他解我? 幸好你也有自知之明 我告訴你, 我剛剛送了娛太太上樓 你不要再搞它 那麼好搞就不搞 你真可惡 我都不知道你為什麼要相信律師 會這麼順利 很簡單, 我驗色得好 我以為你是演員,你是調解員 現在屈體的案子排期在審 你真的覺得你可以調解到什麼調解員? 一定可以 你這麼厲害,所有的老師行都收拾了 就收拾了,小心失業 不是吧 八一元? 八一元? 中環食? 問那個女生,她說你們會聘請她 為什麼你在這裡? 今天早上趕時間上班 沒有帶錢包,只有八塊通道 你那殘餘姐姐讓你上班? 我不管她了 你騙你姐姐,很糟糕 就算姐姐不給,我也想在車房工作 那是你們 我對靚女兒真的沒有免疫力 你要求求她 對,女神求到,還可以吧 職少爺,很快完成 我們那間茶湯先派一杯茶吧 不用了,這裡有淑女,不用 不,職少爺,你這樣看著我們 很不自在 那間茶湯喝一口茶 搞定,打電話,叫你拿車,好嗎? 嘉嘉,跟我過來吧 穿上去 不用了,謝謝 這件是車房的制服 穿上去新團隊的精神 那才是自己人 我喜歡穿上自己的衣服 我不換了,謝謝 你穿上自己的衣服 沒問題 謝謝 叫她換衣服 穿上去 整件甲仔衣就穿上去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嗎? 好,確定要照顧着穿 那被人看見了嗎? 雖然她有天使的臉孔 魔鬼有身材 但我的腦袋就像化石一樣 無論如何都不化 這就是女神的結合味 好,真的嗎? 好,美女,辛苦了,我搶你一杯咖啡 有甚麼問題 穿上去… 起來… 沒事吧? 不得了,你這麼大 我有亞士布加證 我不喜歡別人碰我的 神經病,不做吧 是呀 真厲害 我也要買一件鐵甲衣 知道了 不就是死甲衣 死了 你不是屈俊偉? 我不認識你的 我認識你嘛 你打給人家很厲害 你上去拿雙拿罐,我又去看 有興趣嗎? 我打了一會就走了 沒有了,遲了一會就被媽媽罵死 你媽媽很兇嗎? 不是,她自己喜歡我練琴 又要補習又要練琴,很累? 省了,一放學就要去補習 一回到我家,做完功課就要練琴 那你喜歡不喜歡練琴? 可以了 媽媽說我日後練得不夠 要晚上再練 媽媽想你做貝多芬 媽媽每晚都要我彈 不過剛好隔離家裡冷藏又放棍 好,我又開始散 我問媽媽會不會吵到人 她說不怕我 太好了 厲害了,那天的冠軍級人馬 你媽媽跟隔離奶太太不合她嗎? 是呀 你有沒有看見她推奶太樓樓梯? 沒有,我沒看見 你那時候不在家嗎? 是呀 那天爸爸說不回家吃飯 媽媽吃完飯就馬上去倒垃圾 剛好奶太就倒垃圾? 是呀,然後我還聽到他們兩個在外面吵架 突然奶太太大叫一聲 然後我就怕得出去看看有什麼事 原來她滾了樓梯 那你媽媽有沒有說什麼? 沒有,不過媽媽的樣子就好了 很大人不怕,連我也很害怕 不用怕,大人是這樣的,吵架 壞人就沒事了嘛 對了,我要去補習了 補習就帶你媽媽來找我吧 我請你吃秘製可樂雞翅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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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那你多做事就別來吧 我一個人出院就行了 就這樣,再見 想給我驚喜,臭屁 好多事? 上次打破了這個B貨 今天我們買一隻玉蟬翅賠給你 這個東西最多就是幾塊錢 會不會沒料到的? 你別看小姐這個蟬翅賠 她在丹下山經過黃道老祖開崗 正所謂神仙荒飛,飛蟲繁響 這個東西有靈有性的 包你逢得必勝的,師奶 是嗎?你們兩個不要騙小孩 大太,你支持大國居士也是想轉運 你本來被人告,現在反過來告人 算是轉運了 我自己也有損傷 這隻真的會加強你的運勢 逢不告也必贏,你告他吧 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 這隻蟬翅那天我摸完之後 當堂的電話都賣光了 你不要,我不要 來… 謝謝 誰說不要的? 之前那些爭執就知道一筆勾銷了 那我們先走了 好…先做些事… 大太,既然現在什麼事都沒有 不如別告一太 我看來她只是一時錯手推你樓梯 她是沒心的 沒心?我說她想要命才對 那個女人真的很陰毒 是嗎?我聽說你以前好像很熟悉 很好談的 我一開始搬進來的時候 跟她是有兩句話談的 我們兩個兒子還常在一起玩 不過自從她老公升職 兒子進了精英班就巴之閉 我燒香敗神的小燒煙 就說我要去管理投訴我 一次過裝忌十支香,也叫小燒 我看你兒子來了嗎? 我兒子的敲損越來越嚴重 他有多辛苦,你知道嗎? 簡直是生壞人命 不是,小孩說無辜的 大太太你又不是很適合 你瘋了嗎?我說的不是還無辜 他不斷地用溫書 旁邊的小屋子彈琴 琴聲又吵又難聽 我兒子根本無法學 又全琴三十名,跌倒六十多,可憐 那倒是,練琴聲的聲音又重複又呼噪 我真的很滋擾,很煩 屈太太,你這樣騷擾人又不對 對,你相信那八婆說?我真的練琴聲 怎麼及她老公幫忙忙忙的聲音 這麼滋擾? 這麼厲害?真是奇聞 大女兒怎麼今天不亂交? 還好似火雀家人來挑釀 他有分村,整家人這麼厲害? 我和老公搞的事很正常 我老公工作辛苦 我晚上當然要餵留他 所以就剁一些肉餅,磨豆漿給他做宵夜 不行嗎? 三更半夜,剁肉餅,磨豆漿 我整家人還要睡? 你睡不著的話 也可以起床煮宵夜給你老公吃 對呀,你老公整天進不回家 你獨守空房,慘了 我真的沒有你夫妻那麼無聊 玉麻當有趣,鬼仔,我們走 你姐姐是二十四口姐姐 怕你肚餓,早就帶了鬧腸薄餅給你 我肚餓,臭妹妹 小女兒這樣…不說了,我先換衣服 你坐下吃吧 嘉嘉,你的手指怎麼捆在黑邊? 是假裝,很難洗 你偷偷去到車房上班是不是? 是 我不讓你去,只是為了你好 為什麼你要去? 我喜歡車,我喜歡機械 我想在車房工作,有什麼問題? 因為車房那裡危險 很多男人你會吃虧的 如果有男人碰我,我就用房郎智慧術 房郎智慧術也不是每次行動 如果人家有迷煙迷魂你碰 外面的人很奸詐,你防不勝防 不聽人說的是你 五湖四開的全都是好人 他們不會欺負我 你也不懂得分別人的好人壞人 你也不懂得分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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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無論如何在乎 進去要rov organised 對了, 這麼早? 不過瘋狗也沒有抱 對了, 剛才我聽天文台說的 我今晚會下雨 那些露宿者真慘, 對吧? 今天好像吃半塊薄餅一樣 真是機寒膠逼的吧? 刁姐, 不如你幫我出去 叫他回來了 當然不可以 不要緊, 這些事你弄出來的 就算是交好它吧 下雨了, 快點 穿蟹也要時間 家裡又不知道穿甚麼高跟的鞋 嘉嘉, 快下雨了 跟姐姐回去吧, 好嗎? 對不起, 姐姐剛才的雨氣重了 你原諒我吧, 好嗎? 我有這條…快點, 我有這條 你教我, 我不想跳, 不過你 我有這條, 快點 你也來親耳罵嗎? 你穿得這樣怎麼跳? 我跳你的頭 嘉嘉 嘉嘉, 跟我回家, 嘉嘉 走? 不回來了 是呀, 嘉嘉, 別跑了 跟她再跳一會吧 嘉嘉…聽說你跟我回去 你這麼老套, 誰想回去被你罵呢 是呀, 嘉嘉, 別跑了 你現在陪我再跳一會吧 我告訴你, 回來精, 你很難 你不要教我妹妹 我沒有教你妹妹 我們在這裡跳舞而已 胡亂罵人, 口門吹 我告訴你, 現在我也有份 我現在被人住在這裡 你還得全盡情 你不會送我搬來的, 撞一撞鼻 好, 隨時歡迎你 你搬進來看看到時誰撞誰 這個小白, 我真的要你… 姐姐, 你不可以胡亂罵人 我還沒想到, 待會兒 一時不小心 你怎麼這麼矇盡? 我來吧 弄不弄這件披薩? 不知道怎麼收拾 有什麼怎麼收拾? 兩姐妹有天都沒有隔夜仇 她現在過了底, 認了別人做大佬 她還沒罵你自己的上位 那就是還有一疊 況且你們兩姐妹相依為名這麼多年 家家長大了, 她有分寸了 最差的是有很多時間 不是需要讓你教壞家的 你放心, 警察有需要的時候 一定會挺身而出, 幫一官市民 況且我答應了死鬼阿閹 我看著你們兩姐妹, 我一定還能夠 你現在想這麼多就好了 快點, 趕快衝來睡覺吧 這拖鞋來了? 當然不行 你怎麼說請教壽市民? 現在不是適當的時候 正所謂好事多, 沒什麼事多 是這樣的 經驗不足, 第一宗調解 遇上一些棘手的東西 那兩個師父真是極笨 好了, 我這次真的沒了負責 你不用灰心, 沒空吧 讓阿多士請教多一點 阿多士, 你做的有什麼負責? 沒什麼特別負責 條解最重要是雙方肯放下成劍 對了, 但是上次在聯宴會 那兩個師父開了大片 在這裡匯數嘗, 繭繭繁縫成份恩怨 讓他放下成劍也難一點 當然, 織縣這麼深, 很難搞的 但您放心, 聽我說上公司 我幫你整件事查下來幫你補貨 因為始終這些事要在公司了結才行 是, 法庭無疑問可以分對錯 但是勝方有一人事在法理上贏了 但是雙方的關係徹底破裂 贏了也未必會開心 但很多時候雙方的關係沒有過去 也沒有將來 最重要是理會他在自己那邊 後來跟人家廢 但是屈太太和賴太是左倫由理 就算判完了,還要朝見口晚見面 天天面阻礙,很難頂 所以調解也是最好的方法 正確,這就是重點 很多事好像還死心不息 師父今天找我們出來 是開心的事,先開心吧 別說案子的事,是不是? 對,當時說得對,大家喝杯… 謝謝… 太太,如果待會控方問你 有何假設性的問題 你有權不回答 知道 什麼?沒上學? 我會現在馬上過來 沒上學? 兒子不見了,我們馬上去找他 那什麼事? 學校說我兒子沒上學 我現在要去找他 但是快要開庭了 我不管那麼多了 沒什麼比兒子要重要 我陪他,我拿下我了 我才想看乖… 兒子不碰巧, kommer一步 很遠 多吃點 B題 真不是 Ms醫生 她又是 阿馬上去 好 他一定是被拐子佬拐了 謝謝 我想問你今早有沒有見到這個小朋友? 有, 今早上學時段 我看見有一個家長跟他聊天 另外還有一個同學 家長? 媽媽吧 我老公不是在香港 難道真是拐子佬? 我們報警 我上班了, 打火鍋還是打破 還沒收到對峙 我們巡邏下面十條帶 看看有沒有同樣事情發生 十條? 女姐, 如果有, 細有市民報案 是不是要客人報警才做事? 你知道人命有關嗎? 偷跌黨橫行無忌 很多無辜少爲因為這樣會掉到沙井 之前就有一個送貨工人 不小心掉到這些洞裡 弄得吸過量的沼氣, 差點命都沒有 我們是警察 我們要保護市民的安全, 是嗎? 是 請各單位注意 有兩個小學生懷疑被拐大 他們在日夫紀念小學就讀四年級 叫屈俊偉和賴智光 身高大約145cm, 身穿校服 屈太太和賴太的兒子? 好, 手足 我們在小學範圍二十公里被尋找 天黑之前一定要找到兩個年輕人 女姐, 天黑之前? 真是不可能 鬼打辣索 不過跟我們雜貌調查科沒有關 你們有沒有想過 現在我們兩個年輕人有多麼危險 他多麼害怕 我們是人文公目 這兩個小孩子要當是你自己的兒子 明白嗎? 是, 女士 請各單位注意 天眼系統發現 兩個懷疑被拐大的小學生 較早前被一名中國籍男子 帶上一輛白色的客戶車 車牌是Mike X-Ring, 有發獨立 糟了, 會不會被那些 有亂同僱的變態老人抓了? 你別自己嚇自己, 應該沒事的 想見你兒子的兩點鐘 去油漸旺街坊復理會 你這個壞人想怎麼樣? 你快點叫我兒子接電話 是不是綁架? 不知道, 他叫我們兩點鐘 去復理會 老闆, 後面有一輛白色的客戶車 追… 快點 怎麼不見了? 明明跟著進來的, 去哪裡? 見不見了… 去哪裡了? 在前面了, 限制圖幫我抄他 收到 警察 是你嗎? 是你嗎? 現在我們警方天眼 看到你拐帶兩個年輕人 上這輛車 現在我們要搜尋你的車, 你明白嗎? 隨便 沒事 是, 警察 女兒子, 我拐帶了 你拐帶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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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肉心在哪裡? 什麼心?花旗心是姑勵心 我練園會不是人心的 你是不是耍耍耍耍? 什麼?她的電話TPS 目的地是由尊望街坊福利會 對,我是送貨的,就是送她這個地址 送她那小子去那裡吧? 柏和子忠,你倆跟我夾她上去 你要留在這裡 如果她同黨的話,就是通知我們 明白嗎? 是,先生 這傢伙這麼不顧 裡面一定有東西 小心 我都說我是做司機車的年輕人 你車的年輕人怎麼這麼悶? 你現在沒玩的 不悶? 你看著,屈呆和耳梯肯給兩個兒子來嗎? 你好 再見 來得正好,光仔和韋仔比賽了 為什麼你們兩個孩子在這裡比賽? 這個比賽光仔和韋仔上年 你們是雙打半軍 雖然現在屈呆和耳梯在臉上 但是他們倆都約好了 今年希望嵌莊,我就載過來 你怎麼這麼好死? 所以他們又沒有告訴家人 對,你怎麼這麼好死? 加油 加油…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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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來,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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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仔… 你怎麼看? 怎麼了? 幹什麼? 你幹什麼? 你們其實做得很好,盡力就行了 是呀,媽媽帶你吃漢堡包 我心情吃 其實剛才那個球可以接到的 可惜我和光仔也不合拍 我們平時連聊天的機會都沒有 何況來練習 不要緊,還有下年,下年再接再來 可以嗎? 好多事 念在這次幫人,我就這麼算了 大家記住 以後不要傷我手上 Madam,真是明白事理 人又好又漂亮… 但是行了,不用說這些 以後醒醒定定好之為之 你怎麼知道 繼續找他過來 是,Madam 多找一點… 太太太 你好像有條問題還沒回覆 光仔、胃仔可不可以再一起打球 有句話叫遠親不如近論 大家還要招待馬見面 難道一輩子都臉了嗎? 光仔、胃仔因為你們不和而不開心 你們是不是為他設想一下呢? 兒子不開心,我也不安心 但是他成績不夠人好 我就讓他補習班 補習班是幾千元個月的 我老公每晚加班才夠貼 我見他這麼辛苦 自己又幫不了手 唯有求神拜佛 希望菩薩保佑他們 老婆,我為了你和兒子 我不會覺得辛苦 好,自從胃仔進了精英班之後 功學又多又深 我每晚都要看著他做功課 壓力也不知多大 我老公升職,經常要他應酬 也不空理我們兩個兒子 我打電話跟他訊息,他又沒心思看我 原來是這樣 我之前聽你說你老公升職 兒子進了精英班 還不知多羨慕你 媽媽,你還說胃仔搶了我們的精英班位 那你欠他小小分,這樣也進不了? 好,不答應 老實說 其實我反而事務你就是真的 有些幸福你又沒有 有時候人就是這樣 你看我好,我看你好 其實大家都有難處 幫你做這麼多事都是為小朋友 不如談談如何可以和平共處 你還好 那如果你願意少裝一點香就行了 不行,法師指定了要裝多少 裝少我心安樂 但是你的煙真是煙得我們兩個兒子 整天咳嗽 偉兒子敲喘的 不如裝電子香吧,老婆 不行 那我不行誠心奉斥嫌棄的 其實你拜神也是想保佑兒子 如果由他親自拜,親自上香 豈不是還夠誠心? 媽媽,我已經很誠心地裝香 所以三支香就夠了 你真的可以? 好,只可以和威姐打球就什麼都行 只可以和威姐打球就什麼都行 只可以和威姐打球就什麼都行 好,看那單查詢的檔案件 差一點? 不用做了 為什麼?你解僱我嗎?不要 我收到律政司的通知 因為賴太太沒有出庭作證 所以決定撤銷起所有屈太 然後屈太太那邊 也沒有出禁制令,你明白嗎? 那就是他們倆已經談判 不會再左告右告 多士哥的調解功力真的挺深厚 是嗎?你真的覺得那兩個主婦 以後會和平共存嗎?誰知道 聞到很酸味 看來歐陽律師真的很葡萄 多士哥 不過… 我說是那個考多士 想借機攝位穩穩就算是真的 你想想,屈太太和賴太的個案 根本上通天,上了報紙 他特地去調解 明明就是博出位了 不是吧? 你不相信我嗎? 考多士那些事 騙到全世界騙不到我 我一定會揭去側面目給你看 不過,首先你要幫我一件事 好,完成了 隨便吃,別客氣,開餐了 雖然你聘請而已 怎麼叫一桌都是吃的 其實是這樣的 這一頓飯就是餐廳的公司安排 他們想我吃完之後 寫一個食瓶,放上我的範圍 你寫美容的 什麼時候連食瓶也混了? 沒辦法,最近我的美容博物 點擊率少了很多 又沒什麼客人找我寫 那就連食瓶也混了 這些收入很不穩定 為什麼不肯長工打? 你又不是沒有學歷 你不是第一天認識我嗎? 你一向都知道我不喜歡打工 我只喜歡被人疼,被人照顧 你就是我下一個目標 是嗎?但我沒有錢 說這些,那你幫我一個忙 行不行? 什麼? 我有一條絕世好竅 一定可以幫我做到很多注意 你這麼厲害 瘋胸箱? 保持完美的身體型 是女人的終身事業 你不要小看這支瘋胸箱 我讀家推介,成分天然 有助刺激,造職增生 大就大,要小就小 什麼形狀都行 這麼神奇?看不看嗎? 你嘗嘗就知道看不看 你不要騷擾我 你放上去,不要打我主意 怎麼樣?跟柳仔機的女人相不相處? 毛瑞兒當然是煩 你看,他還給我一封信 說要告我 他說什麼是根據普通法 過我善闖民居 也不知道堅定留 這次是真的 那不如你出馬幫我調解一下 來吧 來,談兩句… 沒什麼好談 其實是Betty叫我來跟你談談 這封律師信什麼都說好了 他肯搬走就沒事了 我也問過律師 你告他善闖民居 有得咬未必告得入 那法庭見 他這房子是你老公 將一半的業權轉讓給他 那他不算非法居住 一,他是一個不知廉恥 不擇手對的小三 我有理由懷疑他欺騙我老公給他 二,見證人根本不知道 他出了故話欺騙房子回來 黃律師說只有這兩個坤已經夠打 子彈… 子彈是他搬來之後 還要一天到黑曹冤包庇 搞得家無寧日 就要教壞我妹妹 所以我對她來說絕對寧容忍 你還是不想她騷擾你們姐妹 如果我跟她談好 她不再騷擾你們,好嗎? 不可以 你還有什麼顧慮呢? 我最大的顧慮 就不想看到那些狗男女 在我家自出自入 在說你的孝多詩 他真的站得很硬 其實你有考慮過搬嗎? 如果搬到的話,我也想搬 但我真的借了錢給那個混蛋 還哪有錢租房子呢? 其實辦法還有一個 什麼辦法? 賣了一層樓,均分一點錢 這條橋可行 不過無睡而行嗎? 我想他不會真的想當眼督鼻 我幫你檢查過了 這條橋值五、六、八萬有缺盤 應該不難賣的 如果真的賣到房子有錢分 那我豈不是麻煩? 到時候我要去韓國 找Oper順便撿一撿個樣子 還可以打完Botox 這麼漂亮還撿什麼? 第一時間買房子搬就真的 當然了,我馬上搬 你經常這麼幫人 你想我怎麼報答你? 你不是在做漂亮的沙律報答我嗎? 怎麼只這麼簡單 我還有更好的憶力 今天這個記者會 只不過是宣傳的前集 遲下我們會和十八區居民運作委員會 合辦一個條解雙周的戲劇 是呀,侯德士 不如今次這個宣傳交給你做車文 我想這個主席由大家投票選出來 比較有說服力一點 別喜歡簡單的事,複雜化 你們大家是不是贊成? 我贊成 之前Dee高國就是案件這麼複雜 多士哥搞得如何 到兩個夫妻不和的調解紛爭 多士哥又搞得如何 我覺得多士哥是實至名歸 大家應該不會反對的 你又說得對 是呀,做籌委會的主席有非事 當然好 但我覺得形象、形象方面 很大緊張 有什麼問題不怕說 我最近收到一個 不滿調解員的投訴 投訴人指責 有人犯了調解守則的第二條 即是包括保持中立、公正無私 以及避免利益衝突 有人當他處理一個離婚的個案的時候 立場偏頗 和第三者利益輸送 嚴重損害投訴人的利益 這個資質很嚴重 是嗎? 投訴人還說有人在調解他的時候 沒有經過他同意 把他的私隱透露給老公知道 這樣是違反了調解守則的第四條 即是資料保安 這種害群之馬 嚴重影響我們調解員的形象 如果是應該在調解員的名測上 隨他的名字就對了 如果這是事實 我覺得應該交由主席去處理 至於這個宣傳委員 我不做得無所謂 這些只是單方面的指控 也沒有真憑實據 李律師 那些記者都到齊了 想知道還要等多久 請他們進來 好的 其實我們有一系列的宣傳計劃 接下來這幾個月 我們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活動配合 請大家看看 乾杯 祝我們的計劃成功 德士哥,謝謝你 給我一條這麼好的計劃 傻女兒,我一定會幫你 如果這裡賣出他就五、六百萬 分兩份,那我就發了 不過呢,我怕胡遂也不肯買這間屋 用什麼擔心 我肯幫你搞定它 但是事成之後 你回答我的事要做得到才好 別擔心 事成之後我一定會回答你的 真可憐 德士哥,原來投訴在說你 投訴人在這裡 李主席,我要投訴調解完侯德士 違反調解手則 令我身心嚴重受錯 剛才的影片就是證據 威小姐,你… 我叫毛瑞兒 侯德士幫我和我老公離婚做調解 但是完全做到錯了,完全不合資 因為她和小三友外媚的關係 不僅是騙我們家 完全是誤會 我和Betty是普通朋友,我沒事的 我們沒有合謀 不是 你憑什麼這樣說呢 去片? 準備好了嗎?進房間教我吧 這麼心急幹什麼?再喝一杯 我還喝一杯酒呢?快點吧 我已經準備好了,先脫衣服吧 我等不及了 你這麼心急嗎?死吧死吧 我脫了,我脫了 你怎麼解釋? 我和你真的沒事 他找我試風空高而已 他找我做模特兒,影輯風空高的照片 捉一些網民的視頻 把他的網站拉爆而已 這個解釋挺牽強的 阿毛小姐 因為我們屬下的會員 她要行為不當,處事不公 令你沒有合理的調解 我現在要主席的身分向你道歉 毛瑞兒,為了不想破壞我們的聲意 以及要向公眾的交代 我想我應該在名單上刪除你的名字 另外那個調解州的酬組工作 歐陽,我知道你是大忙人 但是你自己覺得自己可不可以取消? 我想我也可以取消 我儘量不會令你失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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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